再來叫做經 那麼孔子在教人的時候 有六個最重要的核心概念 注意喔 這是他六部教材 這六部是哪六部呢 就是詩 書 憶 禮 月 還有春秋 現在呢 我不要你們背 我跟你們在講義上有十三經 完整的那個表格 可是我覺得你們用背 一定很容易就忘記 所以你現在用耳朵聽 你已經看 來看一下 空子教人的入門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調節你的性情 我先畫這三個圈 我用大概念來講 他用這三種方法 來調節你的性情 尤其是這兩種 對吧 注意聽喔 為什麼用這三種調節性情呢 詩啊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說 詩比較像是 我們現在所說的 文學的概念對不對 詩可以心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心就是感發你的致意對不對 可以觀察你的民 這個地方的民風 可以這個和睦樂群 可以抒發哀怨 所以人要懂得調節性情啊 文學是一種最重要的手段 所以詩三百 第一件事情就是調節性情 那麼調節性情啊 在孔子的教學裡面 不是只有寫文章或者讀文章 他一定要唱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他要唱歌 他要打拍子 而且他要演奏 所以在孔子的教學裡 音樂是非常重要 跟他的文學是同步的 對不對 那詩、樂 其實這個有一個地方 沒有被列在六經裡 但是他的概念融在裡頭 就是舞 詩和樂還有跳舞 有沒有啊 跳舞也要配合在裡面 所以換句話說 你可以感覺得到 孔子在教學上 其實是感性為先的 那我用感性好像有點容易誤解說 孔子是不是很感性 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每一個生命啊 都有感性跟理性的這兩個相度 那麼十九世紀之後啊 我們往往把這個理性 我們知道理性主義 在十九世紀之後非常張揚 那我們就相信人類的理性 然後排斥人類的那個非理性的 那個難以解釋的部分 就好像希臘神話裡面的 阿波羅是光明的對不對 戴奧尼修斯那個九神是混亂的 我們對那個九神的世界是壓制的 因為我們覺得人類要進步要文明 一定要張揚他的理性 至於那個非理性的 不可解的混亂的那個世界 必須要把它壓制下去 但事實上證明呢 二十世紀以後 人類的精神病暴增了 也就是在理性提倡跟 這個過度強調之後呢 人類的精神病更多了 那我們反過來理解就是說 其實人類調節他生命最好的方法 不是純粹的理性 而是通過感性跟理性的並進 尤其是這個感性的調節 你看如果你的心情很穩定 你自然而然讀書效果就會很好 我用最簡單的邏輯來講 大家是不是可能可以接受這個說法 你們會不會覺得進高山之後 你最重要其實只有一件事 就是情緒穩定 情緒穩定靠什麼呢 是不是這種調節的能力 所以詩跟樂都是這種調節 其中再加上一個就是理 那麼這個理是通過包括生活方式 我們剛剛說過的 各種生活方式 生活細節的這種指引 來讓他的學生們 來得到一種分寸的掌握能力 理就是調節力 理就是節的意思 所以我們現在有個詞叫理節有沒有 節 台語有個詞叫掌掌 你們有聽過嗎 掌掌 不知道 掌掌就是那個控制力 他唱歌的時候他有控制力 他悲傷的時候 他能夠讓自己哀而不傷 他快樂的時候 可以讓自己樂而不贏 這是一個人能夠調節自我的這種能力 所以通過這以上三者呢 神的那個感性啊 得到調和的以後 就會進入一個境界 這個境界我們暫且稱之為 和 所以說理之用和為貴 就是和諧 可以嗎 這就是人的內在世界的和諧 等到書跟義跟春秋呢 我也再說兩句 我再講一下義這本書 那麼義經這本書是說什麼的呢 義經這本書比較特別 它被稱為五經之源 也就是對在這六經裡面 義有非常獨特的地位 因為義就是他觀察 整個宇宙世界自然的現象之後 所歸納出來的 那麼有的這種歸納 它的特點叫做以檢欲凡 你說天地萬物那麼多 你一部義經怎麼能講得完 義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檢疫 怎麼檢疫呢 天地雖然事情很多 來你們看一下喔 天地的事情再多 我畫八個圖 這個圖是什麼呢 就是天 這個圖就是地 這個圖 對不起 這個圖就是雷 這個圖就是風 這個圖就是火 這個圖就是水 好 隨便你先畫六個好了 好了 那麼天地水火雷風三則 它用簡單的東西來象徵這個世界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到 這六個圖或八個圖裡面 共通的特點是不是都只有兩個符號 這叫以檢欲凡 那所以為什麼義經叫義經呢 因為它第一個最簡單 最重要的核心意義就是檢疫 它用檢疫的方式來解釋 萬物的變異 因此後代的人常常把義經 拿來當作算命的書 那麼確實在孔子之前 義經真是算命的書 因為夏朝有連山義 商朝有歸長義 周朝的時候呢 文王據說就精通義經 那麼這個義經傳到孔子的手裡呢 他認為義經是很好的東西 他確實可以再占卜 但是他不止於占卜 而且他是生命哲學 他可以統納整個宇宙觀和生命哲學 所以義經就變成了所有智慧之源 被稱為智海 智慧的大海 那麼這是一部獨特的書 所以有的人講說啊 你要了解這個世界 從客觀面上來說 義經是一個最好的入門專 那麼另外跟天道香 對應的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人事 這個人事呢 他用兩部書來教 這兩部書為什麼是人事呢 因為所謂書就是上書 他教的是上古史 那麼春秋是什麼呢 春秋是 對他來講是不是就是 是近代史 有沒有發現這兩部都是歷史 所以孔子六門課裡面有兩門是歷史課 一部是上古史 一部是近代史 那你要知道上古史有一個特點是什麼呢 他不只是上古史 他不只是古代的考古研究 更重要的是上古史研究的是 傳說中最偉大的帝王 到底他們都幹了些什麼 所以這是一部政治最高境界的書 所以他其實是政書 專門講政治的書 那麼近代史呢 注意聽喔 近代史就是扯爛名 近代史就是兒子殺爸爸 就是那個陳子殺 陳子殺國君 近代史就亂七八糟的這個東西 所以孔子在教書的時候 他不能只看漂亮的上古史 他還要讓大家看血淋淋的近代史 所以他的課程裡面在人事的部分 通過這兩部歷史課來教 好 以上就把六經大致說到這兒 這樣OK嗎 好 那麼六經說 其實我今天講大圖與小鋼 怎麼突然間拉那麼遠呢 好 我們今天當然是要集中在這裡來談 所以來講一下這個禮 那孔子在教這個禮的時候 我們剛剛跟大家說了 禮就是生活方式 你們還記得我說的嗎 對不對 你怎麼吃飯 你怎麼搭車 你怎麼穿衣服 包括你怎麼結婚 怎麼畢業 畢業有畢業典禮 對不對 你看我們中三每年畢業典禮 都辦得超好的 真的都是專業的水準 那你說 各位你們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中三 不要有畢業典禮 你會有什麼感覺 那個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畢業典禮不能辦 你們知道那個學生 心裡面多痛苦啊 他又畢業了 可是沒有畢業典禮 那你們來想像一下 為什麼沒有畢業典禮 會這麼嚴重 為什麼 這樣你們知道 你是什麼了嗎 它是一種生活 生活方式的確認 這個禮都被拿掉了之後呢 我們就只剩下吃喝拉撒了 生活就沒有味道了 那生活有滋味 有氣派 有光榮 有歡喜 是因為他的生活方式是被確定的 所以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詞 叫儀式感 儀式感 儀式感就是從這裡來的 就是你要活得有滋味 古時候的你要活得有滋味嗎 那是有方法的 什麼時間 用什麼方式 跟什麼樣的人一起吃飯 這東西都是儀式 也都是禮 所以孔子的禮其實就是儀禮 剛好正好講了儀式感對不對 孔子教的就是儀禮 儀禮是生活中一切細節的總和 孔子都教 那我再舉一個講一個這個 也不算方塊了 像我的老師他不是親王嗎 他是滿洲的禮親王 那麼這個大清的禮親王 但是嚴格講他沒有席絕 因為他六歲的時候 大清就滅亡了 那後來他們雖然復國 成立了所謂滿洲國 但是畢竟已經是另外一個國家的成立了 那麼他雖然沒有席絕 但是因為他是禮親王唯一的獨子 所以在舊社會裡面 大家都還是把他視為是禮親王 好我先來講這件事 這個禮親王呢 他就對於這個 他們這個對親王的教育 是非常重視的 你作為一個親王 你走路要走路的樣子 所以就舉例 我們見面的時候 你們現在見面都怎麼打招呼 嗨老師 各位這也是生活方式 嗨老師也是生活方式 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我們這幾年都比較好 有一些時候是 那個學生他不知道 怎麼跟老師打招呼 因為他害怕 從小就害怕老師 看到老師的時候就 那個低頭 或者趕快跑 那你看 什麼叫禮呢 你就是抓好那個分寸 你們還記得我剛剛說的那個分寸嗎 就是我既不會過度 但我也不會不急 我看到老師的時候 我又有一個恰到好處 所以嗨也是一種方式 而且我覺得還滿好的 沒有問題 那以前的人呢 他要見面的時候 他不是用嗨的 那古色的中國人有什麼方式嗨呢 那兩手紅起來呢 他就要捧到跟眉毛一樣高 那你想想看 我們這種普通老百姓 嗨 嗨 嗨 我們的高度可能左右都不太整齊 因為我們沒有被訓練過 可是像老師那種清王級的人物 他們一定要跟眉毛切齊 有一次上課老師就講 他說這舉道跟眉毛切齊 至少得練一千次 所以他們在家裡面養成教育 每天要練 知道嗎 那是他們要練的基本動作 那你就可以看出來 這叫儀啊 好不好 那麼孔子教的裡面 好多好多的儀 可是後來就覺得不夠啊 禮的部分還包括 不過我也想知道傳說中中朝的 這個禮制到底是什麼樣子 來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 這篇課文的出處 已經下課了 我點一下下就好 什麼叫禮記呢 關於禮啊 孔子的後學啊 很多人發表了一些關於禮的看法 寫了一些單篇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叫做大學 有聽過嗎 其中有一篇叫中庸 有聽過嗎 其中有一篇叫談宮 有聽過嗎 沒有聽過 其中有一篇叫禮運 有聽過嗎 所以禮記裡面有好多好多好多篇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 其中的那一篇禮運 講OK吧 先到這 下課 謝謝老師 謝謝